当民进党试图用影响不大来回避问题时 那就意味着他们并没有能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甚至连沟通的意愿都没有 大陆方面日前宣布终止台湾12项石化产品的关税减 让该消息令台湾工商界人士高度担忧 ECFA会否全面终止 瞬间成为热点议题 相对于台湾社会热锅蚁的状态 民进党当局却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 将这经贸问题炒作为大陆打压的政治素材 企图在选战中混淆是非继续诈骗选票 从台湾经济部门到蔡英文办公室 均口径一致的声称该事件影响不大 更为恶劣的是 民进党还利用网军散播 石化属于高污染行业 传统产业不升级活该被淘汰等声音 将问题导向石化行业不思进取 应该自认倒霉 终止12项石化产品的关税减让 影响到底大不大 数据显示 受影响产品今年对大陆出口额18亿美元 取消关税减让后 原本零关税将变为平均7.38%的税率 有学者就指出这一税率比韩国还要高 将让台湾产品彻底丧失竞争力 厂商将不得不调整区域布局 脑内厂房可能直接关闭 员工失业无可避免 有台媒就指出若ECFA中的88项石化产品 均从零关税提高到7.38%的税率 还将多出163亿元新台币的关税 另外根据台当局的统计 2022年ECFA相关的早收出口值为204.95亿美元 那如果这200多亿美元失去关税减让 台湾又没有其他协议可以去倚仗 台湾经济将会遭受到空前的重创 当民进党试图用影响不大来回避问题时 那就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通过协商去解决问题 甚至连沟通的意愿都没有 有学者就指出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近四成 顺差超过了1000亿美元 如果因政治而逆转的话 人不分老中轻企业不分大中小 都会受到冲击 台湾的旺报更直接点名 民进党用片面信息误导人民 显而易见 如果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则两岸协商将会丧失基础 终止12项石化产品的关税减让 就将成为制裁的起点 这对台湾经济的冲击无法估量 如果两岸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有效沟通协商 终止12项石化产品的关税减让 可能就将成为据点 台湾不仅能够及时止损 还有很大机会让两岸经贸往来 更进一步走向共同繁荣